花蓮市南京街一栋老旧木造铁皮屋 在上个月凌晨发生大火造成三间房屋受损 花蓮市公所立即启动了 安心为您紧急应变SOP机制服务 除了协助受灾户后续的安置 并发放极难救助金 清理队而十一号上午也冒雨 协助清运灾后的废弃物 希望可以让住户早日回复正常生活 受到沙特台风外围环流与东北季风影响 花蓮市在21号一早就下起大雨 但清洁队依然是不畏风雨按照原定计划作业 队员们全副武装爬上抓斗车 合力协助南京街上的火灾户清运灾后垃圾 这是在上个月凌晨突然发生的一场无情大火 一夕之间就烧毁了屋主多年来的奋斗努力 施工所也立即启动安心为您紧急应变SOP机制服务 希望能透过及时的协助 让受灾户的乡亲能够得到最妥适的照顾与关怀 那我们希望说再赶快把这些毁损的物品 跟家具清除完毕之后 这些房屋的屋主都能够回来在这边再居住 那当然还是要看他的房屋的状况 那我们还是要特别谢谢我们清洁队的同仁 真的非常辛劳的持续不断的在协助 有一些受灾户的一个状况 那花莲施工所如果有任何需要的话 可以到我们社劳课或相关课室 我们会提供更多的协助 那我们也希望说未来花莲比较整合的天灾 再次发生 还有一些火灾发生 21号上午花莲市长魏嘉贤也协同清洁队长 吴庆展前往现场关切清运清新 希望受灾户能够早日恢复正常生活 而主目里里长黄荣康也来到了现场 向市长及清洁队员们表达感谢之意 这两户都是租户 一个是净品的 另外一户是那个阿姨是做卖水果的 这次的火灾应该比较轻轻的是说没有人员的受伤 还是感谢事工所请绝对市长帮我们把这个垃圾帮我们清理掉 市长魏嘉贤也呼吁民众最近火灾意外频传 请大家务必提高警觉 除了小心用火 必要时如果有能力 也希望民众能在家中安装助警器 才能在火灾发生时启动市警 维护居家安全 记者许立芹 花莲市报导 花莲市报导